陈志 你快说吧 谈话 我犹豫了很久 很矛盾 说重点 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对不起 谈话 我太激动了 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话的 行行行 我不怪你 你赶快说 其实我从前 最大的梦想 就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想过 你要再这样 我可走了 别别别 我说我说 我觉得 我不能再对你的真心视而不见了 不能冷漠地活应你 伤害你 所以我决定 接受你 达柱 你接受我 接受我什么呀 接受你对我的爱呀 一直以来 我都害怕 过早的恋爱 会影响咱们在医学上的追求 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 共同进步 所以我不再犹豫 勇敢接受你对我的爱 跟谁玩身心话大冒险呢 玩得挺大呀 唐花 你不要用这种方式 掩盖你自己内心的喜悦 行了 别玩了 差不多得了 你要这样我就生气了 你来真的呀 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吧 我知道 以前是我不够好 没有注重你对我的真心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接受了你 所以你就不要再生我以前的气了 我疯了 大早上你是没睡醒 还出发精神异常呀 我早就说过了 我对谈恋爱 结婚都没兴趣 就算我突然有兴趣了 我也对你这样的男人没兴趣 能听明白吗 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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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考验我吗 好 既然你说我喜欢你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听听 你哪点看出我喜欢你了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干吗主动跟我一起看视频 帮我提高医术呢 看个视频就是喜欢你呀 我那是帮助同事 看喜不喜欢你是两码事 还有啊 还有那个鼓劣患者 走的时候 你问我 想要得到一份怎样的爱情 不就是说 想跟我拥有一份爱情吗 你可真够自作多情的 我看到一份美好的感情 有所感触 问你一句话就是喜欢你了 那我以后还能不能跟你说话了 你真的不是口是心扉 不是在考验我吗 我真没想到 你跟那个白竹一样 怎么就这么自以为是 以为全天下女人都喜欢你呢 我来说 你这边也没有 在这边 我来说 我来说